德克萨斯州众议院周四凌晨批准了三项指在加强边境安全的法案 其中一项法案将拨款超过10亿美元用于增加边境障碍 一项法案将允许警察检返非法阅境的移民 另一项法案将加大对人口走私者的处罚力度 其中偷渡被视为犯罪 准许地方警察逮捕监禁非法移民 或将其驱逐回墨西哥这一条 是直接挑战联邦政府的移民执法权 经过两天十多个小时的连轴会议 该法案最终以84票对60票获得通过 参议院对共和党的边境安全议程表示强烈支持 这一篮子法案延续了该州最近在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州边境阻止非法移民的努力 这一直是州长格雷格、阿伯特、Greg Abbott的工作重点 作为阿伯特孤星行动Operation Lone Star的一部分 该州已经花费了数十亿美元 立法者还提议 在花费15亿美元 用于资助阿伯特在德州与墨西哥1200英里边境线的不同地区 修建边境屏障 如果该法案获得批准 到2026年9月 该州将在联邦政府修建的隔离墙基础上 再修建约100英里的边境隔离墙 但获取土地仍是一项挑战 因为大部分土地为私人所有 州政府需要获得第一权 才能在私人土地上修建隔离墙 这个名为HB4的法案将宋交州参议会 通过后宋交州长签署执行 不过 入境寻求难民身份的非法移民 在州警逮捕遣送出境之列 势必侵犯联邦政府权限 应该随后会引来更多的法律诉讼 德州立法者们在周三和周四上午 花了数小时对这些措施进行辩论 所有三项法案都遭到了民主党的反对 但争议最大的是众议院第四号法案 该法案将授权警察逮捕 拘捕或遣返非法阅境的移民 州众议员科迪·哈里斯·Cody Harris 而Palestine提出动议阻止新的修正案 以尽快结束辩论 此举实属罕见 动议通过后 众议院议长戴德·菲兰·Dade Fillon宣布休息 议员们就动议提出了议会质询 众议院苏立数小时 回来后 菲兰要求听取数十项待决修正案 近年来 美国边境巡逻人员 在南部边境遇到移民的次数 创下历史新高 2021财年为170万人次 次年达到220万人次 创下历史新高 在截至9月30日的2023财年 这一数字略有下降 为200万次 HB4法案由州众议员大卫 斯皮勒 David Spiller R Jacksborough 提出 将对从墨西哥非法进入 德克萨斯州的行为 设立新的州罪 授权州警察逮捕违法者 并允许警察将移民送回入境口案 命令他们返回墨西哥 根据该法案 出犯者可被判犯有轻罪 并处以最长180天的监禁 如果屡次非法入境 处罚将一跃成为重罪 最高可判处 两年监界 斯皮勒说 地界非法入境的人回母国 非常公平 但西语义的民主党州众议员 Armundo Lucio Wall 却担心一旦立法 会影响西语义民众 在休息厅与共和党人发生争执 称共和党人提出的 伤害我们社区的立法 是不公平的 在美国 尽管联邦法院裁定 联邦政府对移民事务 拥有唯一管辖权 但随着墨西哥入境 德州的非法移民 越来越多 德州州长和共和党议员 一直在想办法 走法律偏锋 制定州权最大化的法条 用来执行边境安全任务 这一次是最新的一次尝试 斯提勒说 他的法案并不优先于联邦法律 而只是执行已有的法律 如果有人非法入境 命令他们从原地返回 并无不公平之处 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这显然是德州 在挑战联邦政府的 移民法执行权 也被看作 德州向联邦又一次的宣战 从法律层面上 州府挑战联邦 一直多有法律诉讼 2012年 最高法就已 三裁定美国的移民政策 应由联邦政府主导 因此 州政府是否可以把非法移民 违反联邦移民法的行为 视为违反州法 才是本法案 是否能推行的关键 哈佛法学教授 Neve Cray Aldo也表示 如果墨西哥官员 拒绝接受 德州执法部门 遣返的非墨西哥移民 HB4法案 可能会受到墨西哥的阻挠 但斯皮勒认为 如果这是问题 州长能够与接壤的 墨西哥四个州的州长 解决这个问题 但与美国一样 墨西哥的移民政策 也是有联邦政府 而不是州长制定的 德州边境失控 虽然已经将不少非法移民 送到了纽约 芝加哥等庇护城市 造成各成大乱 但非遗数量之多 以及联邦法律限制等等 几乎短时间内 无法改变现状 目前 德州和联邦政府 已经在边境执法上 关系十分紧张 比如 此前 德州在美墨戒盒中 安装浮标屏障 以试图阻止 非法移民入境 但是联邦移民局认为 这将对非法移民 造成不必要的人身伤害 于是给剪掉了 为此德州州检察长 控到拜登政府损毁德州财产 这不得不又让人想起了 德州想独立 离开美国的新闻 毕竟门是联邦打开的 但人进来要住的是德州 不过由于德州 给纽约市送了太多非法移民 大苹果似乎也体会到了 德州的苦衷 即便对外依旧宣称是庇护城市 Sanctuary Cities 但纽约不论是州长 还是纽约市长 目前都在对拜登政府施压 要求改善联邦移民政策 看来大家都是板子 不打在自己身上 是不知道疼 同样的